今星期席卷维州的极端天气 沿海地区受灾最为严重 米尔本莫迪亚历一间咖啡店 因为地基震动而部分倒撻 目前风势竟已减弱 但仍有大约34,000户家庭 未有恢复电力 与此同时 塔州的洪水危机也有所舒缓 塔州警方透露 9月2日的恶劣天气之下 仍有包括儿童在内的十几名行山人士 徒步前往卫林顿山 幸好在冬天下午已成功获救 当时强风吹起半徐大雪 灵体温度降至零下21.6度 气象局预计 星期五会再向塔州发出天气预警 届时可能会再有强风吹襲 我们所见的患烈状态 我们所见的患烈状态 现在的患烈状态 这些会是南卫风吹的风吹 我们可能会变成伤症 在某个时期的天气 我们必须必须必须 准备暴风吹 但我们不预计 运的运动 我们所见的运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